大家好,我是新军 简单介绍高分烧脑悬疑电影《魏麻的不悟》 故事开始,女主角魏麻是一位当红少女乐队的主唱 这个乐队成立了两年多,取得了一切成功 但现如今,演艺公司老板却要魏麻转行当演员 原因有两个 第一,从公司层面考虑,当演员比当歌手给公司赚的钱要多 第二,从魏麻个人考虑,当演员也更有前途 魏麻的女经纪人非常反对,并提出就不能边唱边演嘛 然而老板却说,日程安排是有冲突的,只能二选一 魏麻也不想转行当演员,但为了更好的发展,还是答应了下来 并举办了告别演唱会,与姐妹们唱起了歌 台下的观众欢呼雀跃,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位长得有点猥琐的黄热粉丝小宝安 在演唱会临近结束时,魏麻拿起话筒,想宣布退出歌坛的消息 但却迟迟不忍心开口,还是姐妹帮她宣布了这个消息 台下的观众一脸惊讶,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人都是往前看的 回到家中,魏麻看着墙上的海报,又想起了即将告别乐坛这件伤心事 于是立刻接下了海报,并读起了粉丝的来信 其中一个人说,我经常浏览魏麻的布乌这个网站 不会上网的魏麻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而接着,传真机响了起来,有人发来了一张写满叛徒字眼的纸 吓了魏麻一跳 这应该是某位狂热粉丝不满他转行做演员才采取的极端措施 倒也给理解 隔天,魏麻参演了一部悬疑破案剧 虽然戏份不多,但她还是比较紧张的 老板与女经纪人为了魏麻的发展 也是想尽办法让编剧给她多加戏份 然而编剧却说,她刚从歌手转行过来 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在拍摄过程中,又有位粉丝寄来了信 老板不礼貌的拆了起来 结果刚打开,信封却发生了爆炸 老板当场倒在地上,血流不止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却着实把大家吓了一跳 魏麻则从被炸烂的纸条上看到了一句话 这是一次警告,下一次可要动真格的了 很显然这是写给自己的 凶手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 回去后,魏麻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担忧 自责是因为受伤的应该是自己 担忧是因为这已经是凶手第二次恐吓了 从刚开始的叛徒传真到现在的信封炸弹 凶手已经将言语警告升级为了暴力伤人 很显然下一次一定会出人命 女经纪人则安慰道,没关系的 这只不过是个恶作剧 随后便叫魏麻上起了网 在女经纪人走后,魏麻登陆了 粉丝推荐的魏麻的步步这个网站 上面是一些日记,记载着自己的生活 起初魏麻看到后很高兴 因为这代表着还有人关心自己 但越往下读就越觉得恐怖 因为这日记什么都知道 甚至连自己哪根腿先上火车 以及自己内心想的是什么都知道 就好像自己写的一样 隔天,女经纪人向老板抱怨 魏麻的戏份还是太少 并认为还不如回去唱歌呢 老板也是没有办法 并回应道,演电视可不是唱歌 小角色都很难争取的 再说了,现在偶像歌手已经没地位了 你当初不就是因为唱歌混不下去 才当经纪人的吗 原来这个女经纪人也曾当过偶像歌手 于从时,魏麻自从看了那个网站日记后 就变得非常紧张 走到哪里都感觉有人在偷窥自己 来到公司后,老板正在给自己前乐队的姐妹举办清宫宴 原来她们的歌挤进了前100的榜单 魏麻看到后简直后悔死了 几年后,编剧为了增加舒适率 就想让魏麻出演施暴戏 并说这是增加戏份的唯一办法 不演的话就只能担任小角色了 女经纪人强烈反对 然而魏麻却强忍地同意了 还打圆场说,要不是真的发生,只是演戏而已 然而等真的拍摄起来后 场面却非常难堪 以前清纯的形象竟然消失 女经纪人看得咬牙切齿,痛哭流涕 最后直接离开了 而魏麻的内心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但在老板的面前,她还是故作淡定 忙碌一天后,魏麻好歹是回到了家中 刚要喂喂鱼 结果却发现自己养的热带鱼全部被人给弄死了 她再也控制不住了 愤怒的情绪一下子发泄出来 把屋子里砸了个遍 在极度压抑崩溅张的情况下 魏麻渐渐产生了精神分裂 并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的歌手魏麻 歌手魏麻还不断嘲笑她 而与此同时,那个魏麻不污的网站还在更新着 但上面的内容却渐渐跟魏麻内心的想法背道而驰 反倒更像是在描述她精神分裂出的歌手魏麻 说什么我不想演戏 全是编剧逼我做的,救救我之类的话 魏麻简直要崩溃了 精神分裂也越来越严重 满屏幕都是歌手魏麻的影子 而另一边,编剧回家时也受到了恐吓 有人将写着电视剧具名的纸沾写后贴到了他车位旁的墙上 编剧并没太在意 然而刚走进电梯就被人刺了十几下,当场死亡 隔天这件事登上了报纸电视 魏麻忧心忡忡,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而老板却说,你担心也没用啊 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到别的事情上 随后便派出了一位摄影师给他拍摄起了露骨的写真集 拍摄过程中魏麻表现得很淡定 但回去后却失声痛哭起来 很快,写真集便传遍了大街小巷 很多人都购买观看 而狂热粉丝小宝安,为了不让心目中女神形象被毁 竟然一口气买下了所有写真画册 紧接着,魏麻部屋的网站管理员 用魏麻的身份主动联系了小宝安 并告诉他,那个拍摄写真集的人是个冒牌货 小宝安信以为真并保证会去解决冒牌货 几天后,给魏麻拍摄写真集的摄影师也遭到了袭击 由于凶手戴着帽子,看不清脸,但从身形上看,应该是个女的,不是小宝安 他几下就用锥子刺死了摄影师 隔天,魏麻从老板的口中得知了此事 惊讶的同时,竟然在柜子里找到了凶手戴血的衣服 什么情况之事,难道是自己杀了摄影师 而由于魏麻的身边接二连三的死人,引得一众记者瞎猜起来 片场也是以讹传讹,甚至有人认为他被诅咒了 好在这部电视剧终于是拍完了 本以为谋杀也会跟着停止,结果离开片场时,小宝安却走了过来 他偏执地认为眼前的魏麻是冒牌货,于是立刻发起了袭击 情急之下,魏麻一锤子敲晕了他,并叫来了女经纪人 然而这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小宝安竟然又消失不见了 什么情况之事,要么自己出现了幻觉 要么就是有人快速移走了小宝安 而女经纪人则将他带回了家 魏麻一觉醒来后,给老板打去了电话 但电话却没有接通,因为老板已经被人给刺死了 他旁边还躺着小宝安的尸体 很显然,确实有人移动了小宝安 还趁机捕了几锥子 而在打电话过程中,魏麻也发现了不对劲 这间屋子虽然像自己家,但绝对不是 因为第一,自己家的热带鱼都死了 这里的鱼还活得好好的 第二,自己家墙上的海报早就被接了 这里的还保留着 第三,连窗外的景色都不一样 正暗自疑惑之时,一位戴着面具打扮成歌手魏麻的女子 从背后出现 从镜子中我们才看到 这人其实是女经纪人 她臃肿的身材几乎把裙子撑爆了 这里导演拍的有些玄幻 明显把镜子当成了照妖镜 魏麻被吓得嘟嘟缩 很显然,这女经纪人也有精神分裂症 而我们前面提过 她年轻时也当过偶像歌手 后来转行才做起了经纪人 但她不甘心,就把魏麻当成精神寄托 经常幻想自己就是魏麻 为了模仿的更像一些 不仅把家里收拾的跟魏麻家一样 还以魏麻的口气更新网站 当得知魏麻要转行做演员时 甚至直接杀了编剧、摄影师、老板、小保安 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由于现在魏麻还在当演员 于是女经纪人就要采取极端测试 直接杀了魏麻,自己取而代之 话说着,并追字发起袭击 刺中了魏麻的肩膀 魏麻一脚蹬开她,逃到了外面 而阴魂不散的女经纪人则在后面疯狂追击 过程中,她又刺伤了魏麻的肚子 魏麻集中生智,扯下了她的面具 女经纪人一时无法接受自己丑陋的样貌 赶紧去捡面具 结果却撞到了树直的玻璃扎上 血流不止 她又跌跌撞撞地走到马路中央 一辆卡车开了过来 眼看着就要发生危险 还是魏麻及时冲上去,扑开了她 一段时间后 已经完全精神分裂的女经纪人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她现在满眼都是魏麻 而真正的魏麻则在演艺界越走越远 成了大明星 全面结束 本片上映于1997年 豆瓣评分8.9 就像木赫兰道一样 对于电影的剧情有着多种解读 每一种都说得通 由于我智商低 同时也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就解说了最简单的一种剧情 但这部电影绝对是神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最后呢 喜欢听兄弟讲故事的 也别忘了讲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